欸 看得正精彩 怎麼沒了呢 hold your horses a few minutes 燒煙無燥 等一下還有下半集 別緊張 好 節目先到這邊囉 大家起來動一動 聽聽歌曲 關心一下穿軍服戰的人氣王 再來學習幾句英文 Let's take a break 下課休息 各位官兵弟兄姊妹們大家好 年度漢光演習是國軍落實 整體防衛構想與驗證 戰訓準備成果的時機 為了確保本次演習全程 保密安全無餘 讓我們透過收視接下來的節目 了解演習各階段的保密作為 此時為任務前的準備階段 相信電視前的各位官兵弟兄姊妹們 應該已經完成了線上 簽合認證與演習人員安全調查作業 同時正在專心收視保密安全 教育專輯節目 另外在演習的過程當中 各個指揮所設有機密文書管制清冊等七大 步測 協助各項機密資訊管控措施 而在協助演習區域所使用的資訊設備方面 則須按國軍漢光演習 資通安全整備指導計畫完成檢診 各項保密設備都應妥善備變 各項涉及演訓機密資訊 都必須要遷奉全責長官核定 並依規定標示 才能夠完善保密要件 維護機密安全 此一階段 各級單位已完成演習作業區 及操演式開設作業 擔任安全檢察站的官兵 必須要扮演好把關者的角色 若是碰到有疑慮的狀況 應立即通報全責長官到場處理 而更重要的是 各級保密督導官在這一個階段 必須要透過綿密的督導與檢查 確保任務執行順遂 在演習的過程當中 所產製的各種資訊 未經過全責長官核定之前 都不可以以用任何形式吸出演習區域 演習期間 各項會議均應指派 專責保密督導官 負責督導全程保密措施 並於會議前 後宣讀保密規定 各項資料應採電腦簡報的方式實施為主 減少發放書面資料 如果有必須分發情形 則必須要註冊編號及簽收 並在會後全數收回 才能夠避免發生演習資訊 外流情勢發生 直兵演練階段 部隊行動及驗證 所獲得的參數 均不得與非法定人員談論 有關於演習各項機密資訊 官兵務必要遵守相關的規定 不得以私人通訊器材 傳遞演習相關事項 而各參演部隊對於責任區 務必要加強警戒與尋查 嚴密門禁 管制 以及執行人車檢查與辯證 如果發現說有異常徵後 就要斷然處置並詳細反應 此外 各個單位於營外執行 各項操演科目 應保持警覺 握持機密資訊與裝備清點 皆不可因為是例行工作而輕忽 造成了裝備或經營資料遺失 如果發現裝備短缺 或是機密資訊外洩 要立即詳細反應回報 當下達策收命令時 往往令人有一種如是負重的感覺 但是反而是最容易發生疏漏的時刻了 因此大家一定要堅持到底 遵守各項保密作為 相關的演習資訊除了具保存價值之外 應有產製單位開立三連單 申請吸出演習場域 結局作廢資訊 配合營區機密資訊清銷作業 辦理銷毀 因為這些資訊都是敵人 鬆集的重點 若是我們不按程序 步驟來處理就會有泄密風險 當這些保密作為都完成之後 整個演習才算是圓滿成功 國軍漢工演習對於提升三軍聯合作戰效能 及驗證固安作戰計劃 具有高度指標性意涵 也是敵人急需刺探搜集的重要目標 因此在接下來的演習中 各級官兵務必要遵守相關保密規定 確實執行各階段安全維護作為 才能夠使國防安全多一份保障 確保我國家永續生存與發展 預祝年度演習任務順利成功 我們下次見